這個節目很不錯 先放那個影片10秒鐘的給大家看一下 好像就直接舉動就算開始 你們猜這邊的擺盒有多少 很多 這樣嗎 然後再秀這兩個 1450 1450 為什麼他會無法等於 我先講 我簡單先把一些脈絡先講一下 全世界原生種百合只有96種 全世界原生種的蘭花是好幾萬種 那這96種以前都在北半球 歐洲、亞洲、北美洲 那台灣有4種原生種百合 台灣有4種原生種百合 那分佈最多的最廣的是台灣百合 這個台灣百合是台灣的特有種 他從B海拔到高海拔3000多公尺都可以生長 那我們的台灣百合多厲害 他已經跑到南半球去了 1930年代被帶去南非 然後到1980年代就傳播了1000多公里 然後最近幾年我在網路上看到 台灣百合跑到澳洲去 有一個影片 他長到比人高 變成澳洲的外來種 需要被清除的 然後三年前我帶小朋友去東京玩 我在東京街頭找到好多地方有台灣百合 野生的嗎 後來自有時報的記者去查了以前資料 台灣百合是1923、24年代被帶去日本 所以以後你們去日本看到 東京、大阪、京都這一帶很多地方都有台灣百合 不用訝異 那還有韓國的紀州島 也是我們的台灣百合 那我們的台灣百合已經跑到全世界去了 在台灣你們在哪裡看到 愛台灣的 愛建火的人 你們在都市哪裡有看過 去爬山可能會看過 那所以我找農民來合作 我兩年前離開職場 我以前在友達宮殿上班 我最後六年在全世界矚目的場友達龍潭背水靈排放 最後在六年讓我的腎臟功能從100掉到60以下 進入慢性腎臟病第三期 所以我就從那個時候公司終於甘願要辦優退 所以我就退下來 7月29號我去簽那個離職的時候 我看到主管在簽合那個 我那個離職的專案叫做松柏專案 就是挑選這個年資加年齡超過65的 可以辦優退 因為身體超壞所以我退下來 那我那一年收了種子沒有很多交給農民 他們去年的農曆年間開始播種培育到今年 剛剛看到的影片是3月的時候 他那時候跟我講說超過1萬盆 那後來你們在看的後面那兩張照片 這兩張照片是他又再換到更大的盆子 這邊有幾千盆 那我現在目的是要讓大家可以在家裡 在學校在社區 在都市就可以種台灣自己的花 那不用跑到山上海邊去挖去採 那這一種跟這一種不一樣 一個春天開花一個夏天開花 夏天開花的是典型的台灣百合 那春天開花這個比較尷尬一點 因為他開花像台灣百合 有紅色的條紋 但是他的葉型不一樣 他的葉子比較像鐵砲百合那邊去 鐵砲百合那邊去 鐵砲百合那邊去 對 鐵砲這個你如果有一些植栽 他個體上有一些差異 鐵砲百合有原生種 也有雜礁的品種 大家在花店買到的鐵砲百合 是雜礁出來的新的品種 全世界這樣雜礁出來 新的品種有登入了超過一萬種 可是大家在花店花式的 你就看到 你就大概就是只能買到那些啦 那台灣有一個協會叫做 台灣百合產業促進發展協會 但是他們種的百合不是台灣百合 都是外國人的百合 所以我現在在講一句話 我說回來種自己的花 從荷蘭人到現在 帶了多少外國的植物 我們現在都在種外國人的花 那現在農民也 開始有在培育台灣原生的植物 我們回頭種自己的花 那這一種 它的業形像鐵砲 可是典型的鐵砲百合 它開花是全白色的 全白色的 從琉球開始往南到台灣的綠島蘭嶼 所以你們去綠島蘭嶼 會看到比較白的百合花 那個是比較 比較典型的 那現在就是尷尬啦 它借在兩種中間 有人稱它叫做海邊型的台灣百合 因為它開花像台灣百合 可是它生長在海邊 海邊像海邊有畫像海邊 對 那也有人把它歸到鐵砲百合那邊去 這給它一個名稱叫做出金色香百合 就是鐵砲百合的變種 那不管這是學院內的事情 多少台灣的事情 以前被忽略沒有被研究 所以它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一個正式的學名 你們如果是網路上去找 或是說圖鑑看 那個出金色香百合 它的定義 它的花是全白的 我目前還找不到一本圖鑑感說 這個出金色香百合有紅色條文 但是某些學者還有這樣子的認定 如果說要證明給它一個特定的學名 那是植物分類學的事情 那我現在目的就是找農民 大家一起來培育這個 所以農民現在有培育這種春天開的百合花 培育很多 所以最近幾年大家去東北角 北海岸 有一些地方又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百合花 那我現在目的是讓大家可以在家裡種百合花 大家可以帶回家去種 種百合只有四個原則 陽光充足排水養好 第三個是不會割草的地方 因為它還沒有開花之前 常常就被當草割掉 第四個是種在看得到踩不到的地方 就讓人家喜歡 就踩不到 要不然你很辛苦種了一年 結果隔天早上起來不見了 那我從1997年退伍回來一邊上班一邊推這個 所以你們以前在網路上找我的名字 看不到我在哪裡上班 只有足科工程師 因為這個事情我一邊上班一邊做這個 搞到這些基層主管對我很毛 我也曾經壓力大到插眼跳舞 就在紅海大陸場那一年一直跳的時候 我也曾經插眼這樣跳 所以後來在2013年我就調龍潭場去 結果去龍潭還是碰到這樣的基層主管 搞到我勝功能指數從100到60以下 所以我乾脆就回來 回來還好農民有給我一條路 他們來培育我來幫忙賣 所以我現在整年都在想這個事情都在賣花 哪裡有連結哪裡有可以去延長介紹的 我就去講為什麼我們要回頭種台灣自己的花 種自己的百合 所以我最後想到一句話就是說 台灣百合是台灣人的花代表台灣的花 那我昨天被臉書封鎖24小時 我就在周一誠的臉書貼文上 我回應這一句話加這一張筒 然後我被封鎖24小時 所以接下來就是我們要面對臉書的問題了 突然結論結 我在3月的時候 我回頭我看我3月31號被他警告的那一天 我回應一個叫做什麼叫做台八子 我說台灣人巴著中國組織 叫他台八子 然後那一次被警告 昨天早上我一醒來看到我的訊息裡面有這一個 哒哒哒哒哒 我就很火了 我都看不到到底哪裡叫仇恨 大家想一下 是我在仇恨愚人嗎 我們來傳 然後臉書他有一個最高的監察委員會 說有20個人組成全世界各國 然後其中一個叫陳毅寧說政大教授 然後後來有人就起底他 他是那個自台中國人的第二代 所以就起底他說他可能他的思想言論大概也是差不多 所以在台灣那麼多被封的被怎麼樣的也沒有改善 所以我就好啦 接下來就是大家開始準備 在臉書怎麼樣讓他不賺錢 我們風發雪願 然後我們往別的地方去談 怎麼樣讓臉書不賺錢在台灣 要知道推大家當不浪 哈哈哈哈 為什麼不浪 好 掌聲謝謝你們 最後我再講一下我的水灌盆 這個在都市裡面一定很省水很需要的 水灌盆 這個就是大銀水機那個 這個水灌 自己做嗎 你們可以自己做 你只要找到工具 你把它對半切 上面倒插下去 卡下去 旁邊開一個洞 旁邊開一個洞 如果說你在室外 碰到連續下雨接水的時候 它可以流出來 我用這樣子的種法 你看我澆的水存在底下 上面沒有淹水 不會養蚊子 那我這樣水存在底下的時候很保濕 我一個禮拜 看他一次需要水 我再補一下 愛種花的人最怕 你種下去出國一個禮拜回來收屍 所以這樣種不會有這個問題 這樣子種沒有問題 那在都市大家都用自海水在澆花 這個可以省很多水 你也可以省很多時間去澆花 然後你如果是屋頂是平面的 你把它擺滿了 就是一個隔熱層 你也不用花錢去做那個 很貴的那個一泡西那種防水層 還有 這個是淘汰的 你不要去買新的 去找那個賣水的 買它淘汰的 他們本來都要載到很遠的地方去回收再處理 那你去給它買回來用 十塊以前 十塊以下 十塊以前 十塊以下 十塊以下 你再考慮 然後你跟它 如果底下有漏的話 你就放個塑膠袋底下 在底下 趁著不要漏水出去就好 目前我已經做了快四百 來上一張 就是我在 新竹鵝梅十二寮的 休閒農會區 這個是我的店 旁邊這個是我的店 這些是我擺的 我要在十二寮擺一千個 我要讓人家看到怎麼樣省水盆栽 省水栽種 節能 省時間 節水 怎麼樣來栽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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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